来 十四号思琪 小伙 我告诉你啊 你等啊 我真心没错了 因为我也刚往跑腿 在大学里我就帮同学 就是打水 打饭 就一次就是一块 有时候两块 在我们学校附近吧 有那种就是小吃步 还是还给送菜 就送一份菜一块 有时候要是多点的了 就是因为都是同学嘛 一个起司就是 酒言 舌言 要是一起订的话 就是两块钱 所以就是我感觉 我还挺适合吧 上来的时候 我也感觉你挺好的 反正就是还给我俩了 我就 哎呀 你那时候为啥要干 就是这些跑腿的这些事啊 上高中啊 和大学 就每年的学费 都是借来的 而那个就是我妈爷爷活 我就和爷爷我妈 那个上班也不容易 就是爷爷我妈那种上班 还挣七百五 就一点也不撒乎 就是 而且他每个月 就是还给我五百五元送用费 我就其实就是 就是能送点是点 就其实就是一块两块 就是 极少程度啊 在一起的话 就是可能说是爷爷爷的 或者就是我得就是 放我钱 可能就出来了 原来你是跑水界的鼻祖啊 没坚持住啊 要不现在早壮大了 10号 周哥 好 谢谢大家 那个小伙儿 我这有些